每一年的澳门烟花会议,从这里看就行 在我的前方,这个位置就是澳门塔 这个位置就是新浦京,有没有人知道我所在的位置 在我的右边就是我们的山景和河景 左边就是拱北口岸和秦茂口岸 这里的视野真是超正的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这家屋的阳台位置 这个深度有2米,所以这个阳台的空间非常好 我们现在进来看看这家屋 这里是142平方四房两厅两位的设计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餐厅的位置 两边就是我们的休息区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飞机户型 我们现在跟着镜头,从我们的入户大门开始看 从我们的入户大门一进来 这里就是第8个平方的入户花园 这里还是一个圆光位置 它不会一进门就可以直通到我们的餐厅厅位置 所以隐私性就比较好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名柱 L型的名柱,现在放了两个冰箱 放了三个都没问题,这个空间就比较好用 我们现在看看整个布局 从这里进来,就来到我们第一间祸室 这个祸室看回我们的园林景观 现在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书桌 这个位置空间利用得非常好 现在目前是设计一个儿童房 我们看的第二间祸室就是这个位置 这里一进来,这里是肝心分离的胃肉间 还做了一个大肉帮 现在过来这个位置就是休息区 这里是潮南向看回我们的烟花景观 还有这个空间感都比较好 这里可以放梭装桌 还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衣柜 去到我们另外的祸室会经过我们的餐厅位置 这个餐厅位置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餐边柜 还有这里放这样的桌和放圆桌都可以的 这里过来有两间祸室 右边这一间就是潮南向的望内园景观 从祸室出来就是公共的胃肉间 光收回来的设计 胃肉间过来这里是一间大祸室 这个祸室是整间屋里面最大的 可以做到超大的衣柜之余 这里还是潮南向望回烟花景观 望回内园 这一间屋的最大量点就是它所在的流动 这个流动是望到外面的视野分之好 而且望回我们的内园是没有遮挡的 重要的就是这个祸室是一个飞机祸室 它减少了过渡 和这一间屋的利用空间是比较大的 那现在这一间屋的话 有锁匙在手 有兴趣了解的666 问Amy过来现场看看吧